今天是值总评价合作社旗下七家超市和便利店 试行无塑料袋计划的最后一天 超市表示会研究和分析调查结果和消费者的反馈后 再制定一套可持续性计划 多数的受访消费者则希望继续推行减少塑料袋使用的计划 来看记者李仪华的报道 记者上午走访位于后港的这家值总评价超市 发现尽管还是有公众需要付两毛钱买塑料袋 不过自备环保袋来购物的公众占多数 我支持这项计划 因为我们可以环保 做一点净一份力量 我弟弟拿着我的手袋 我可以洗净 处理和洗净 再重新再重新再重新 所以我认为这应该是一种方法 我们必须活着我们的生活 我是照拿 家里很多环保袋要用 但也有消费者觉得自备环保袋不方便 不方便 因为我们有时忘记带那些环保的纸袋 他哪需要我就来 不需要我就避免不要来 不要来 我认为我楼下有宅元吗 楼下有宅元我才有宅元吗 据环保组织林费新加坡观察 实行塑料袋收费制一个月来 自备环保袋的消费者增加到超过一半 并认为延长计划有助更精准断定成效 我觉得消费者也是需要多点时间来适应这个行动 因为他们也是需要说怎样把这个自备带的行为当成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能够延长这个活动的时期 超市收集的那些数据或反馈会来得更准确一些 预计值总评价合作社将在下个月公布塑料袋收费制的结果 我们下个月公布塑料袋收费的结果